吳俊瑪議員 郭文貴議員 首先能不能請 首先能不能請院長 我們行政院長還有我們的經濟部長 舅貝勳談謝謝 好 蘇院長請 在過程中包括連國防部 我們大家一起幫忙基隆 這個確實是有解決的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我們的內容 這個是上一次我們在基隆的水公司 現在那個新山水庫 今天最新給我的報告 已經80%以上了 沒錯 所以我們的水已經逐步的恢復正常了 這次不會有缺水的餘力 好 那因為在當時的協調會當中 委員也很盡力啦 但是在過程中委員跟基隆市民市長大家都很努力 沒錯 很感謝 好 所以我這邊要非常感謝我們行政院大力的來支持這件事情 讓基隆市解決這個缺水的問題 但因為這個過程當中其實也暴露的 我們在這個地區其實還需要有個短中長期的計畫 解決未來 那當時有做一些重點 能不能請我們的市長 來說明一下說未來我們這個短中長期的計畫 來解決我們大基隆跟大東北角地區的用水的問題 能不能請我們這個市長或者是委員長來說明 來 好 跟委員報告大概有三個 也正如你所說的短中長期 那短期的部分當然是增加所有的一些抽水的設施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長期的部分 是的 就是基隆的東區跟新北市的共僚這一邊 其實它是一個獨立的集水區 那這個集水區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協調北水 能夠把北水的水連通到這個集水區 讓這整個製埃水的給水的部分 能夠連通起來能夠做備員 那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把翡翠跟石門的互相備員 全部都已經連接起來 我們會把這一段 就是有這一塊就是基隆的東區跟共僚的這一段 能夠一併把它給做好 那我們會用最短的時間內來完成這個工作 好 也謝謝我們的院長跟次長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前一個禮拜左右 水公司又來我辦公室來說明最新的進度情形 那其中幾個就像剛才院長跟次長提到的 第一個 它把基隆東西區主要的水管 基隆四自在水管連通管建置完畢 那未來東西區的水就可以共用 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目前基隆東區主要的水源來自於共僚地區 那未來在共僚地區會加大這個供水的取水 包括深水井的取水 或者調整池水量的這樣的一個儲存 那這是一個中長期的計畫 那另外一個就是北北基是一個共同生活圈 我們希望未來 北水的水也能夠透過互相的掉撥資源 能夠來支援東北角跟基隆 那這個是屬於長期的計畫 我也希望院長跟我們次長 在這部分我們繼續來推動 讓這個地方完全的擺脫未來缺水的可能 可以吧 好 非常感謝我們的次長跟院長 這件事情我想代表基隆市的市民 作為基隆的立委 再次的感謝我們行政院的團隊 謝謝你們 謝謝 很謝謝地方一起合作 謝謝 那委員也一直都支持這一方面的預算 這個也很感謝 好 真的謝謝院長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事情 能不能也請我們的交通部長 也一起來就貝巡台 來 那我們的次長先請回 我今天主要要談的是國門重啟跟郵輪開放的議題 那郵輪事實上台灣就主要的三個郵輪港 一個就是基隆港 台中港跟高雄港 但是基隆港事實上負擔了全國郵輪最主要的比重 90%都在基隆港 那我們看得到說 昨天總統跟院長有來到桃園機場 那今天下午其實要到基隆港去市島 那我相信對於整個我們第一線的同仁來講 都是非常大的一個鼓勵跟支持 所以市應在這邊也非常的感謝行政院 在這個部分 建籍旅局事先走在第一線 但是這幾個部分 我還有幾個部分要請教一下我們的院長跟部長 第一個就是國境解封的過程當中 昨天第一天嘛 那我瞭解一下 部長有沒有說明一下 你覺得整個路出境的狀況怎麼樣 昨天總共路進大概1.5萬人 出境大概1萬人 總共2.5萬 那比起平常 比起平常多了多少 多了大概一倍 多了一倍左右 這是第一天嘛 那我有看到一份資料 就是昨天行政院的簡報裡面 提到說我們預估到月底的人 也會大幅度的增加 沒錯吧 那這個部分 我相信對於我們基隆的 或者是對於全國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裡啊 我有看到幾個圖 這個是我們基隆港 最近都是 這個 以前最熱門的時候 有五艘的郵輪曾經停在基隆港上面 可以看得到 我們東岸有兩艘 西岸有兩艘 在外港區有一艘 那為什麼會停到外港區 就是因為我們的碼頭 腹地不夠 那我也要跟 院長也去看過 部長也去看過 我們的東岸跟西岸這兩年 我們其實也沒有停下來 很努力的把東岸的 郵輪旅客中心 西岸的郵輪旅客中心 都做的建置完畢了 所以我相信 當未來郵輪再開放的時候 基隆 或者我們的整個觀光產業 都是歡迎大家來的 那在這裡面有一個東西 還是要跟人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 109年的時候 曾經我們基隆港 創下109萬的歷史新高 那我當然就一個基隆的立委來講 我也期待他未來能夠 恢復這樣的榮景 那我在這邊也要再一次的 拜託我們的 主管觀光的交通部部長 在這個部分當然要來大力支持 那我也看到我們的交通部 也有擬出一個方案 就是我們的郵輪 境外郵輪 來台的旅客講出要點 要點很好 但是我要跟院長講的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還沒真正的落實跟執行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郵輪還沒有來 那郵輪還沒有來 有幾個問題呢 我來這邊跟 我們來講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說 交通部的郵輪指引到目前為止 這個指揮中心還沒有完成被查的程序 還沒有完成 送出去了 已經到指揮中心了 已經到指揮中心 然後內容也跟指揮中心討論過 討論差不多了嘛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關鍵啦 就是說第一個是 我們基隆港大樓的整建跟郵輪旅客的建設 這是我們公部門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把這些動作做好之後 讓遊客 不論是所謂掛靠港的遊客 或者出發港的遊客 他能夠享受我們一個便捷的服務設施 那這個就是院長去市島的時候看到的 就是讓他覺得這是一流的服務設施 尤其這裡面 我也要特別稱讚我們的部長 裡面推動的e-gate自動通關 目前全世界第一個 郵輪港自動通關系統就是設在基隆 所以我相信這個未來的 郵輪旅客的體驗 他來到基隆港 跟他在亞太的各個港口比較起來 他會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這就是我們進步的地方嘛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 剛才提到了 郵輪富航的指引 現在送到指揮中心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跟郵輪的業者 來跟他們溝通 因為目前過去這幾年來 來台灣的幾個大的郵輪業者 主要有三家 這三家郵輪業者 都必須要有 跟我們交通部 跟行政院 跟我們基隆市政府一樣的共識 大力的來推動 郵輪的復甦 那所以在這邊最後 我有幾點的建議 也給我們的這個 院長跟部長做參考 第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再能不能請我們的院長 跟部長來折成我們的這個指揮中心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希望在一個月內 能夠競速的完成郵輪的指引 那為什麼我會提這個原因的 提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 當我完成郵輪指引之後 郵輪不是就能夠來了 他還是要送一個 郵輪死航的 富航的申請書 這個申請書 還是經過交通部跟航港局 必須要同意 那這個過程當中 也有可能要花個一段時間 他有審查等等的機制 那如果我們期待 明年就開始有郵輪 或者儘快有郵輪進來的話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工作的時間 能夠檢討 我們行政處理的時間 能夠減少的話 對於郵輪客來講 他們競速的能夠送件 這是第一個我的建議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看到了行政院 昨天的一個報告內容說 我們要提出旅展的行銷補助 到外地的行銷補助 那我要講的是說 外地的行銷補助方案很好 但我希望可以擴大或者倍增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注意看這條CNN的新聞 亞洲最後一個COVID-19的國家開放 講的是台灣 除了中國之外 所以我們是倒數第二個 大家來看我們是倒數第二個開放的 在我們之前 很多的亞洲國家都已經開放了觀光旅遊 所以 我們開放完之後 其實我們跟現有的這些國家比起來 我們是非常晚進入這個觀光市場的一個國家 很多的觀光客可能他安排的行程 沒有安排來台灣 然後他都安排到其他國家去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認為觀光的行銷非常重要 觀光的行銷很重要 所以我才會建議我們的行政院跟交通部 最近這段期間或者最近這一年內 亞太地區歐美大大小小的旅展都要派人參加 而且要鼓勵旅行社 鼓勵縣市政府都一起組團來參加 我們去參加的 因為這個參加的過程當中 會跟當地的旅行社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會所謂的團體旅遊的部分 才有可能增加 否則這些團體旅遊的遊客 或者當地國的旅行社 他可能都安排到泰國 菲律賓日本韓國其他國家去了 因為他們都比我們還早開放 所以我才建議我第二個主張就是說 我們的旅展行銷補助的計畫 能夠被增 或者我覺得非常重要 第三個就是說 評估外國人來台旅遊的補助 那為什麼會提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這個事情 不是我們的新發明 其實過去我們有做過類似的這件做法 就是補助外國人來台的行銷 最近有許多的國家 最近有許多亞太的國家 都提出這樣的方案出來 比如說一天補助多少錢 或者減免機場稅等等等等的方式 就是希望強化 這個國家的觀光的誘因跟競爭力 觀光誘因跟競爭力 那我目前看我們行政院 在交通部所提的這個觀光的報告書 沒有提到這一點 所以我也期待說 這個部分我們交通部 行政院能不能來考慮一下 我覺得在短期內 能夠把這個旅客量衝起來 對於台灣的觀光產業的發展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再來第四個就是 我們在 許多國家有辦理免簽證這件事情 就是事辦免簽證 目前我們有 泰國、文來、菲律賓 這幾個國家目前免簽證 那我看到的資料是說 我們會繼續來延長 事辦免簽證 那我也覺得非常好的原因 是因為 它就可以讓這些觀光客 願意有了台灣的誘因 那其中有一個國家是俄羅斯的部分 那目前為止 俄羅斯沒有開放 那我在這邊建議 因為俄羅斯有侵略烏克蘭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俄羅斯的部分 我覺得先暫時就擱置 讓這幾個亞太地區的國家 能夠有一個免簽證的一個 事辦的活動 繼續來給我延長 那我想以上提的這幾個建議 我不曉得院長跟部長覺得有沒有可行性 還是覺得可以未來 可以趕快來處理 好 我很謝謝 第一要謝謝委員 過去多年來 一直支持行政院相關的這些建設 基隆把國門這一個點 郵輪這一個相關建設 我多次去看 那個基隆這個物輪 碼頭各方面 實在在蔡總統指示下 國防部配合 那個遷移地方部上做建設 那個林市長很努力 那委員一直支持到push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硬體 這些環境真的都改得很好 第二個 就是交通部對於相關的流程 這些簡化方便 等等也非常重要 現在談的第三個就是委員指教 說疫情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國門開放 趕快對外宣傳 趕快免簽 趕快補助相關措施 吸引更多遊客 搭郵輪來基隆 我覺得這些都請交通部 能夠來 對於怎麼樣提振這一方面 讓世界知道台灣已經開放國門 我覺得大大宣傳 非常有必要 那部長請 我跟委員報 第一個 就是掛靠港的指引 或是母港指引 現在已經送出去 我們是希望一個禮拜內核定 好 那比我想得更好 所以我跟 最近我跟 現在在基隆有四個 游輪母港的公司 最近我跟 現在在基隆有四個 OK好,感謝部長跟院長 因為我自己也接過基隆市觀光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我對觀光業者是滿熟悉的 那其實很多在地的業者其實跟大的 它就是一個上下游的關係 那其實整個觀光真的會串連起 許多的連帶的衍生性產業出來 那這個衍生性的產業在過去三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事實上對他們來講真的是面臨很大的經營壓力跟成本 我想部長跟院長到很多地方視察 應該都了解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當我們10月13號國門開放的時候 我要提的是我們很高興國門開放了 可是我們國門開放之後 我們要比的不是跟台灣自己比 是跟其他的國家來相比 其他國家在國門開放這件事情 都比台灣早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擔心的一個狀況是 當我們國門開放之後 我們的國人出國非常踴躍 可是外國人到台灣 有沒有我們相對的這麼的好 那這個外國人來台灣好不好的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我剛剛提過的 透過我們整體工部門跟民間部門的合作 聯合行銷 很多的促銷的方案 吸引他們來 那我覺得是 只要國外的旅行社 願意多安排台灣的行程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講就是成功的 但是如何讓國外的旅行社 願意安排來台灣的行程 這就是我們的觀光局交通部 還有我們的旅行社業者跟對方要談的 那我們政府能做的就是 提供他們更多的誘因 讓他們有更好的籌碼 來串連起這樣的整個觀光旅遊的產業 所以這是我最後的建議 那我也希望 我也感謝院長跟部長 對我們基隆過去以來觀光旅遊的發展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